2018年5月中旬,大批警察突然涌入了湖南省邵阳市的一个小村庄的一户看似破旧的房屋门口,一行人中除了邵阳当地民警,还有不少来自云南的刑警,在对这件房屋进行仔细搜查之后,警方在他家的米缸内搜出了藏在缸底的整整230万元现金,那么,为什么云南警察要不远万里的赶到邵阳县这个偏远的村庄呢? 又是谁家230万元巨款藏在米缸里呢?所有的一切还要从不久前在云南西双版纳一辆被边防士兵蓝亭的货车说起 点个订阅不迷路,果然离谱,为您申巴社会上的奇闻一事 2018年5月5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关平查击站的边防士兵们像往常一样对过往车辆进行着严密的检查 下午四十许,一辆江淮货车驶进查击站,在车辆停稳后,边防官兵迅速对车辆进行了检查 就在他们打开车厢对里面的货物进行检查时,里面整齐排放的12根汽车传动轴让官兵们立即嗅到一丝不寻常的气味 他们立即要求货车司机下车,准备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根据运单信息显示 这批传动轴是由西双版纳运往湖南长沙的,这样的运输路线让边防官兵大惑不解 因为西双版纳的汽车生产技术相对落后,根本就没有生产汽车传动轴的厂家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汽车传动轴根本就不可能是从西双版纳本地起运的 由于西双版纳位置特殊,与缅甸老挝接壤,而且距离金三角地区也并不算远 这些地方都是全球毒品犯罪非常猖獗的地方 在各国的联合打击,金三角地区一直在寻找新的运输路线和分校国家 而中国成了毒枭们心中的选择之一 西双版纳也成为了运输过程中的必经之地和重要中转站 边防官兵们第一时间就怀疑这些汽车传动轴内很可能夹带着数量不小的毒品 他们绝不允许有毒品从境外流入国内 但是,这些传动轴严丝合缝 如果里面真的藏有毒品,即使是警犬也很难嗅出味道 如果贸然切开却查无实据 查击站则要对这批价值不菲的传动轴进行赔偿 不过边防官兵早有准备 西双版纳边防部门早在几年前就花费2000多万元购买过一台X光机 专门用来对过往车辆中所运输的东西进行检查 依靠这台X光机能够清楚地看到快递内物品的形态 当12根汽车传动轴在X光机的扫描下显出真身的那一刻 边防官兵们的疑虑得到了证实 因为在传动轴里面真的有一包包的不明物体刻不容缓 边防官兵立即将这些传动轴全部切开 果然被切开后的传动轴露出了里面的庐山真面目 里面藏了重达60公斤的甲基本饼案 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冰毒 这是西双版纳官兵查击站第一次起货数量如此之大的毒品 事关重大 查击站官兵立即就事件情况与云南省公安部门进行了沟通 公安部门在收到消息后也在第一时间抽调出刑侦专家组成专案组 奔赴官兵调查此事 专案组人员在到达官兵查击站后 对案件进行了初步了解后做出判断 这次事件绝不是个人所为 罪犯背后一定有一个完善的毒品运输和贩卖集团 想要破获这起案件并将整个犯罪集团连根拔起相当不容易 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基础做起 率先调查负责这次运输业务的快递公司 力求找到寄件人 事发当晚 专案组前往快递公司进行调查 面对警方的上门 快递公司的负责人表现得异常淡定 因为在西双版纳这个边境地区 毒品犯罪这样的事情是有发生 人们早已见怪不怪 在快递公司工作人员的配合下 专案组人员顺利地调取了监控录像 而经过对当时对接这笔业务的工作人员的问询 警方初步掌握了寄件人 是一位开着农用三轮车的中年男子 之后通过当天的监控录像 迅速锁定了寄件人 以及他当天的活动轨迹 专案组迅速行动 在第二天早上便找到了寄件人王师傅 面对专案组的询问 王师傅对自己寄出汽车传动轴的事情 没有丝毫隐瞒 在警方向他介绍了案件的经过 以及严重性后 王师傅告诉警方 自己当时也是受人之托 那人给了他一笔钱后 让他帮忙将东西拉到物流公司寄出 至于里面夹带毒品的事情 自己并不知情 虽然王师傅并不是真实寄件人的事实 让警方有些失望 但是却从王师傅口中 得到了可能的真实寄件人的相关线索 王师傅告诉警方 当天来委托他寄东西的两个人 其中一人又瘦又矮 自己是被他们两人带到快递公司门口的 当让他感觉有些奇怪的是 两人既然已经到了门口 却没有自己去寄件 而是委托他将东西寄了出去 但是因为对方除了付给了王师傅拉货的钱 还额外给了他帮忙寄件的钱 王师傅就没有多想 这条线索可以说是相当有价值 专案组立即再次观看了当天的监控录像 很快就发现了王师傅口中所说的那两个人 根据监控显示 二人当天的表现确实和王师傅描述的一致 二人所骑的电动车 一直在王师傅的车前引路 一直将王师傅带到了他们指定的快递公司门外 经调查 两名年轻人邹某和田某全都是湖南少阳人 常年处在西双版纳景洪市 没有正当行业 两人在事发当天 均已离开西双版纳前往湖南少阳 这样一来 两人的嫌疑进一步提升 而他们返回少阳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去接货 以人货分离的方式顺利完成这次毒品运输 现在的他们应该还不知道 他们所运的货品已经被警方起货 于是专案组决定将计救济 将那批被切割过的传动轴迅速修复后 继续发往湖南 然后兵分两路 一组人员跟着运输车后 另一组成员立即赶往长沙敦首 准备在二人接货时 将他们人赃并货 负责在长沙敦首的专案组成员率先一步抵达 他们将自己打扮成工作人员 在长沙一家物流员内展开了一张大网 净等犯罪嫌疑人走入网内 很快搭载着传动轴的货车 就抵达了目的地 而上门取货的人很快也抵达了物流员 然而 这次前来取货的 却并不是邹某和田某中的任何一个 而是一个开着面包车的中年男子 为了确保能够顺利完成抓捕 专案组没有立即对这名男子实施抓捕行动 以免打草惊蛇 而这个男人随后的举动让警方为他们没有立即实施抓捕的决定感到庆幸 在签完了所有提货单据和检查完货物之后 这名男子却直接开车离开了物流员 这样的举动让警方不禁怀疑 难道是这次部署哪个环节出现了纰漏 让对方有所察觉又或者是看出了传动轴有被打开过的痕迹呢 他们这次的行动是不是已经暴露了呢 不会的 这一定是对方的试探 在试探物流员内是否有警察蹲守 看来对方也是老手 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这更坚定了专案组成员要将他们绳之以法的决心 他们决定继续蹲守 又过了两天 一辆宝马汽车驶进了物流员 围着物流员内不停地兜圈子 这样的行为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 在确定犯罪嫌疑人田某就在车内之后 专案组决定实施抓捕 在开车绕着物流员兜了十几圈之后 确定没有警察蹲守的田某 下车检查了传动轴 随后再次上车准备离开 既不可失 看着想要离开的田某 警方迅速行动 将田某抓获 车上的另一名曾姓男子也被一并抓获 被抓后的田某交代 他只是贩毒团伙中的小角色 此行的目的只是打探情况 真正来取货的并不是自己 而是另有其人 而曾某在被抓获后 则始终一言不发 根据田某的交代 警方在两个小时后 在物流员外的一辆卡车内 抓住了数名前来取传动轴的人员 但是这些人在被抓后相当委屈 直言他们只是受人之托 要把这批货从长沙运往邵阳 显然狡猾的田某向警方说了谎 这还了得 警方立即再次对田某和曾某组织了审问 在警方不间断的攻势之下 田某终于交代了这起案件的幕后主使 但是曾某依然是一言不发 决定顽抗到底 但是曾某此时的顽抗已经意不大 据田某交代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 受一个绰号叫做三爷的人指使 通过人祸分离的手段 将装有毒品的12根汽车传动轴 由西双板纳运到长沙 再从长沙故人将其运往邵阳市 而三爷本人现在也在长沙 这个消息让专案组成员振奋不已 因为田某口中的三爷 正是云南警方一直在追捕的大毒贩刘某 此人非常狡猾 曾在四年前云南警方的跨省追捕中侥幸漏网 这次再次相遇 一定不能再让他逃脱 为了能够成功将三爷刘某抓获 专案组成员向长沙市公安局申请了大批警力支援 并对抓捕工作进行了严密的部署 在从田某口中得到了刘某敌 确切行踪之后 警方在抓获田某的当天夜里 将刘某和另一名团伙成员李某 在长沙市的一家旅馆内成功逮捕 被捕后的刘某深知自己此次很难逃脱 为了能够获得立功机会 他又向警方交代了一个大秘密 刘某在接受审讯时告诉警方 之前他们抓到的曾某也是他们团伙中的头目之一 主要负责从境外买入毒品并运往境内 是他们整个犯罪行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和境外的毒贩们矫情颇深 他们团伙的犯罪流程则是由曾某从境外购买毒品并运到云南 再由马仔邹某和田某在云南当地寻找物流公司 将东西运到长沙 最后运到邵阳后进行分拆 交给当地的毒品买家 自己的任务则是负责在幕后全程指挥 而这次选择用汽车传动轴运输毒品 是因为这次所运的病毒本身有着很大的气味 放在密封性较好的汽车传动轴中 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气味外泄 从而逃脱边防的机场 但是他没有想到 使用西双版纳生产不了的汽车传动轴 成了他们这次行动失败的最大原因 在刘某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后 曾某也放弃了最后的抵抗 交代了自己所有的犯罪事实 据刘某所说 他们用来购买毒品的赃款 此刻正藏在自己位于 邵阳农村的老宅内的一个大米缸底部 他为了这笔赃款不被轻易发现 在缸里堆积了不少粮食 以掩人耳目 于是在不久之后 专案组成员赶往曾某老宅 找到了他所说的米缸 紧接着便是开头的那一幕 看着这些钱在场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 由于并没有携带点抄机 一行人花了好长时间 才通过人工点清了赃款的数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对贩毒的量刑办法 走私和贩卖冰毒超过50克 将被依法判处死刑 而此次案件中起货的毒品重达60公斤 等待曾某 刘某等五人的必将是死亡的宣判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 切勿因为贪图钱财而走上歪门邪道 否则等待你的必然是法律的严惩 最后再重复一遍那句老生常谈的话 真爱生命远离毒品 毕竟也只有真的没有了虚 才能彻底没有了功 点个订阅不迷路 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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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